《一話一世界》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岩 中美貿易談判在開羅 由劉鶴率領的中國代表團 和由萊特希澤 率領的美國代表團 30號在華盛頓就經貿問題 舉行為期兩天的高級別磋商 會談在白宮附近的 埃森豪威爾行政辦公大樓舉行 雙方圍繞著關心的知識產權保護 關稅等經貿問題展開 這張圖片是磋商之前的合影 中國代表團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 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 劉鶴率領 坐在劉鶴左邊的是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剛 另外還有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寧吉喆 財政部副部長廖銘 以及商務部副部長王壽文等 有評論說 促使中美達成貿易協議的條件 正在匯集 雙方要坦誠相待 路透社引述了 四名歐盟高級官員的話說 歐盟內部正在研究幾種方案 包括修改2016年的《網絡安全法》 把5G網絡列入所謂的 重要網絡基建 就能讓歐盟企業不能採用 來自可疑企業的設備 實際上等同於禁用華為的網絡產品 雖然方案仍在初期階段落實起來 也十分地複雜 但是這代表了歐盟在態度上的轉變 而歐洲最大電信商 德國電信卻有不同的看法 德國電信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 希望讓5G網絡更安全的同時 不需要禁用華為的設備 春節就要到了 在華人的傳統文化當中 每逢良辰喜慶都少不了紅燈籠 畫面上大紅燈籠 和古色古香的庭院交相輝映映 前景當中小朋友在盡情地玩耍 攝影師利用大片的紅色 襯托人物 動靜結合恰到好處 紅紅火火年未濃 紅燈籠 中國節 南方花 北方雪 要的就是紅紅火火過年團圓 年的味道 年的記憶 這張照片是印尼的華人 迎接朱年的到來 攝影師特意把紅色 作為整張圖片的主色調 增加了照片的衝擊力 春節是華人的傳統節日 隨著海外華人越來越多 海外的年味也越來越濃 貼春簾 掛吊式 小燈籠大福字 年是一道明記 提醒我們春來冬去 年是一份情意 點播我們心有所依 海外飄年味 各地歡慶中國年 從白雪矮矮的歐洲 到陽光燦爛的大洋洲 瑞雪翩翩 風收緊 以上是今天 經濟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